莫学先把赞观音文的全文攻读一遍 圆满圣号 永离六道得生佛前 无见仲迁 禅心恶极 莫能救济 稀释消除 三昧便才献生求愿 三夜清静 当生成就 皆令过岁 决定无遗 能使数获三成 早正一成佛果 微神之力 探莫能穷 故我一心 归命求哀护持 大家每天早课 所唱的赞观音文 是老和尚 从大悲颤上取下来的 大悲颤 是天台第十七组 四明之理 法治大师所造 是一部 以观世音菩萨 为忏悔主的观音法门 而赞观音文 就是大悲颤最前面 一开始赞叹菩萨的文 老和尚 把他取下来了以后 又将里面的内容 稍微做得增定 使他更加的圆满就近 恩师说 只要能够把这篇 赞观音文唱好 就能入三摩地 希望诸位菩萨 都能好好的听闻一礼 在唱诵时 也就能够随闻入观 好 现在 我们就正式进入 赞观音文的文句 文曰 南摩过去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这两句 是在为菩萨开机显本 显示菩萨的本机 南摩过去正法明如来 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地 现前观世音菩萨 是菩萨从本垂机的视线 白话一点来讲 其实观世音菩萨 在无量节前 早就已经成佛了 德号叫做正法明 成了佛 自觉觉他 绝恨圆满 本当可以安享长极光之乐 但是正法明如来 度化众生的因缘 尽了以后 他看到还有无量的众生 仍然躲在三恶道中受苦 因此又到价慈行 视线做观世音菩萨 来救苦救难 所以说现前观世音菩萨 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上 佛陀告诉欧难尊者 此观世音菩萨 不可思议 微神之力 过去无量节中 以作佛境 好正法明 大悲愿力 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 诸众生故 现作菩萨 如等大众诸菩萨摩赫萨 皆因恭敬 陌生轻慢 我们台湾灵言三四 承袭着苏州灵言 印祖的道风 印祖再生时 都是以一佛一菩萨 来度化众生 而我们的恩师老和尚 同样也是以一佛一菩萨 作为我们的道风 来教导众生 也许会有人想 念观世音菩萨 与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一样吗 当然一样 是平等无二的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 正法界 老和尚曾经 曾经告诉过我们 他自己 怎么念 观世音菩萨呢 老和尚念 南摩法界障身 观世音菩萨 老和尚告诉我们 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一样 都是法界障身 什么叫做法界障身 就是原正法界 以法界为身 成就的佛道 才有法界障身 而正因为 观世音菩萨 是法界障身 所以 念观世音菩萨 就等于念 阿弥陀佛 也就等于念 十方诸佛 是无差别的 所谓愿生无量 与疲鲁同称丈夫 得举一毛 虽普贤莫之边际 故差挪称念 等百千亿兆之如来 偶尔受持 圣六二横杀之名号 信乎名号尊贵 难可得闻 其实 在观世音菩萨的 十一面骤经上 菩萨也告诉我们 若有受持 百千巨之 挪由托诸佛名号 富有战时 与我名号 至心称名 必二功德 平等平等 其实 何止是等同 百千亿兆之如来 观世音菩萨 既然是 古佛再来 那 我们 至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 就等于 原念了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也原具了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功德 所以 大家在念 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一定要 决定无疑 音主 在生的时候 不但是以 一佛 一菩萨 来 教导众生 特别是在 音主 元吉前的 近十年 因为 社会国家 动荡不安 所以 音主 特别强调 要众生 遇患难 以 专念观音 音主 在他 七十七岁时 写了一篇 普劝 全球同胞 童念 观音 圣号 启示 他希望 报社 能够为他 刊登 让所有的人 都能够 看得到 音主 在这篇 文章上说 凡欲 种种 为贤者 果能 自成 称念 南摩 大悲 观世音 菩萨 即可蒙 菩萨 加倍 转为 为安 现在 杀节 弥漫 全球 皆无 安乐 之处 亦无 安乐 之人 愿 中外 同胞 同念 观音 圣号 同以观音 救苦 救难 之心 为心 同以观音 立人 立物 之事 为事 则 人火 念空 斗争 世袭 自可 同享 太平 共乐 天长 纵令 定业 南转 亦可 葬 菩萨 力 往生 西方 应 主 与 恩 师 都是这样 苦口婆心的 要我们念 观世音菩萨 千万不要认为 好像念 阿弥陀佛 功德比较大 念 观世音菩萨 功德就比较小 或者 念 观世音菩萨 只能救苦 救难 念 阿弥陀佛 只能够 往生 西方 应主 告诉我们 念 佛 念 观音 均能 消灾 免难 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岂有 不救 苦恶之事 观音菩萨 随机 世道 岂有 不接引 生西之礼 生西 当以 信愿 为本 若欲 危险 念观音 有 信愿 命中 决定 生西方 所以不管是 念 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功德 都是不可思议 都能够 往生 西方 也都能够 救苦 救难 老和尚常说 灵言三四 就是以念佛 念观世音菩萨 求生西方 为正恨 以万善 勤修 回向西方 为祝恨 这是我们 灵言三四的道风 大家应该要 依教奉行 好 以上我们说完了 观世音菩萨的 本地 果位 以及垂机 印化 现在再来说 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 当然 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 无量无边 不是我们凡夫 所能够 测度的 我们只能够 感受到 菩萨的慈悲 其实不要说 是凡夫 就是连佛陀 都不能够 说尽 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 所谓 具无量德 诸位菩萨 回来打 这个观音器 就是希望 能够 与菩萨 感应 道教 就是为了 学习 观世音菩萨的 深口义 希望 能够得到 菩萨的 加倍 如果 对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 一点都不明白 那 怎么能够 与菩萨 感应 道教 又怎么会 对观世音菩萨 升起 感恩心呢 所以 我们还是要从 菩萨的 无量德恨中 以重点的方式 借着 赞观音文的 文具 来认识 菩萨的功德 感谢观世音菩萨